這幾天我們天天要聚焦警記問題 他就像是俄羅斯輪胎一樣 轉到誰 誰倒霉 而且不是不報是時候未到 今天輪到誰的 他 這一個白頭髮的就是台北市警察局局長 張榮欣換到他 他怎麼了嗎 他會爆出跟萬華角頭在包廂宴也 爽吃魚吃大餐 我要來告訴我們到底這個包廂裡 發生了什麼過程 而明明是一年前的黑資料 為什麼這個時候被丟出來 好 俊翔哥還有報行榮的觀眾朋友 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警戒人事風紀案 但觀眾朋友今天看報行榮 簡單好了了解 好不好 那剛剛人事實地屋大家已經知道了 俊翔哥跟大家講了 他是誰 張榮欣 目前他是做什麼 台北市警察局局長 他被講什麼事 去年的時候跑去一場餐宴 觀眾朋友 幾個問題來了 警察局的局長吃魚吃 乾嘛好 你去吃魚吃幹嘛 第二個 你跟誰 欸 俊翔哥 是這個萬華地方的這些地方 角頭方明館的老大黃金猿 玩狗 也在其間你跟他吃魚吃 你跟角頭吃魚吃 你是警察局長安耐到 張榮欣局長出來跟大家講 確實有一場餐會 但是我去的時候是議員找我去的 議員還是士林北投的議員 但是這個是幹嘛 因為青山公要遶境啊 青山公要遶境的時候 不是有很多交通管制嗎 所以議員就跨區 因為他說他太太住萬華 所以就來找這個市警局 跟地方的青山公的這些主委 還有地方的頭人 把他來敲一下 要把他搬好 搬好搬去搬到孫 結果你就在外面見面 問題一 見面就一定要吃魚吃嗎 問題二 見面就一定要談公事嗎 問題三 你真的要談這個警戒的協調 我先有意思說音 大家不要想起 那你可以到市警局去談 可以到市議會去談 可以到市政府去談啊 為什麼要在閉下 為什麼要去吃魚吃呢 對不對 第二個 吃魚吃 今天他是警察局的局長 那我今天如果要去吃個飯 我一看 今天晚上吃飯是誰 跟董哥我師父 OK我就去了 那今天如果去了以後 可能跟敏感的人物 我不是警察 他是 而且他是台北市警局局長 通常你今天習健會有誰 總要問一下 而且他不是只有他去 他還有警察局其他的幹部 都跟公關都一起去了 結果一坐下來說 居然看到庭的頭人 黃清源 這個方明館的腳頭 玩狗 那他說我看到以後 我也是搓一跳 那我當場如坐深山 我也不敢正面看他 我講沒有十句話 趕快離開 因為我今天是公務來的嘛 但問題是這整件事過程中 他也覺得不妥 然後他說 那一天晚上吃完以後 立刻就有這個上報 說我今天有這個場合 好 那已經過了一年了嘛 為什麼現在報出來 今天5月9號 為什麼 對啊 這個要幫我們解讀一下 一年前的資料 今天給他報出來 為什麼 好 觀眾朋友很簡單 因為今天已經5月9號了 我們還不知道警政署長是誰 台北市的警察局長 幹完以後 就去幹警政署長的 多如過江之急 我想起來了 他前一陣子有被點名 他是熱門的警政署長的人選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他 但是顯然 每一次只要 參謀中找到輪替的時候 軍機案就一堆 那個陸軍空軍什麼都有問題 今天看起來他是熱門警政署長的人選的時候 我就把你古年的事情說出來 所以游室會就講說 有 我跟你講 這個事情被報導之前 我身為議員 我有收到爆料 照片資料都已經給我了 然後跑台北市政 還有跑警政的記者們 一堆人都收到 所以顯然有人把這個事情講出來 但觀眾朋友我必須說 我剛剛已經講得明白了 這確實是一個行程上的瑕疵 那邀約的議員 今天有跑出來跟大家講 是我的問題 我以後會注意不要約成這樣 兩年前的88會館的時候 他也去提到了 88會館 我跟你說 跟他也有關係 因為他當時在做什麼 就是警政署的督察室主任 督察室主任就是負責 就像你當兵的時候 你的那個對不對 S腰帶 你的通緩不亮的時候 現面給你記點 那你今天88會館時間的時候 誰在辦這麼多一趴子的高級警官 是誰 就是張榮欣 就是他 他那時候當督察室的主任 結果有26個警官被寄過或者是調職 就是你雷力風情去處理的 那時候你處理別人 現在你給我們處理 大家在講說你怎麼可以跟地方的角頭 當然我是覺得身份敏感是一回事 因為這個黃清源 這個三天前也在淘機被拘體 說他先前有人要買凶打他 那他又找了小弟回開 所以呢就被調查 可是俊翰哥他是無保寢回 就是無保寢回 所以黃清源他是地方的角頭沒有錯 那你吃飯的時候知不知道 那你過去在當督察室主任 在警政署的時候 你是怎麼樣的高標準的要求 現在就回過頭來 回到自己身上 那是不是有 接警政署長的機會 那我們就後期再看 好 掃黑打壁都是嘴巴在講嘛 來 這個畫面大家印象一定很深刻 這個在內湖的五星級飯店 那個有沒有辦那個尾牙好高調 就是每一次在辦春酒尾牙的時候 就直接到五星級的酒店去 那大肆的去慶祝以後 還有很多的跑車 跟一堆的這些女性的服務員 所以其實警方 就跟這個黑道要劃清界線 已經講了好幾年了 所以在這種時候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你說這個張榮心傳出 你居然跟角頭一起吃飯 而且我剛講還吃魚翅 如果你今天說曾經有過會面 大家都談公務 就在市警局 就在議會 我覺得問題就不大 所以你跟他去吃魚翅這個事情 我們過去這一年來都不知道 現在傳出你可能要接警政署長 被爆出來 那就問題很大 那張榮心這個局長 那基本上他在這個警戒 其實各種傳言包貶不一 他政商關係一直都說很好 特別是什麼 特別是他過去跟民進黨的高層 看起來關係不錯 來我講一個爭議點 因為就在2020年 保六的總隊長 因為他換了很多警職 那個時期的時候 監察院院長那時候提陳菊要審查的時候 他為了要保護陳菊 曾經派了1000名警察 有沒有 你記不記得 好多警察在那邊附近互出的 那個畫面我到現在還記得 然後還傳出說 曾經有派員去跟監國民黨的立委 那這件事情其實連當時的內政部長徐國文都覺得說這樣不行 所以過去他在當保警的時候 總隊長的時候 他的這些行為就已經被大家偷磨說 他是不是跟民進黨的政治關係相當不錯 所以才會造成今天大家在傳說 有沒有可能賴清德現在當總統了 他去當警政署長 不過就在這個時候 傳出他跟地方的角頭一起吃魚刺 這對大家來講 形象上其實是非常的傷 今天翻開報紙 頭版頭是這樣寫的 他說 公總力爭核能 而賴清德表示 我也非常重視 哇這幾行字都在一起 是真的嗎 賴清德準總統出席公總的這個會議 面對於重啟核能的訴求 是不是要改變能源這這 他其實沒有正面回應 但是他也表示 對於穩電供電的焦慮 他是非常重視的 要怎麼解讀他的態度呢 而從準經濟部長郭志輝出身半導體業 還有最信任的童子賢 也松口表示支持核電研議 這是對於重啟核能的一種撲牌嗎 好 駿像哥抱歉的觀眾朋友 剛剛駿像哥已經幫大家全部撲牌好了 真的嗎 而且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導播看這個畫面有沒有 公總理監事的交接 賴清德在現場所有的這些工商界的大佬 都在看著賴清德告訴他 台灣不能缺電 我們公總不能缺電 台灣經濟不能缺電 要做好準備 每一個人都在跟賴清德總統當選人說 聽了聽 聽完之後沒有正面回應 新任的理事長叫潘俊榮 他當場就講能源最重要 一定要做好準備 否則 駿像哥會怎樣 會怎樣 沒有電就沒有辦法留住企業 大家就沒有辦法在台灣 不只有關稅的問題 而且還有缺電的問題 包含我們的台積電 跟其他的這些 所有的生產線都會出問題 所以要重視電 賴總統怎麼講 賴總統當選人 阿北520 下下禮拜一 他說我非常重視 那你到底要不要用核電 核電你也說一下 這個態度是什麼 沒講 那立基電董事長洪崇仁也說 直接講了 核能就是清潔能源 現在我們都在討論核二核三 核二其實已經沒動了 核三是今年 觀眾朋友再講一次 今年的726 明年的517 核三的1號幾組 2號幾組 拜拜 就沒了吧 那今天黃聰仁董事長講說什麼 不要這樣啦 趕快研議啦 因為核二核三研議 然後小型的核能發電 美國不是有嗎 SMR 那你趕快給我弄出來 希望能夠來做 而且呢 好 如果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你以後覺得說 你就不要核能嘛 那有沒有可能 你不做我做啊 你不要我要啊 我為我自己的企業 自己自足 可不可以 用間大戶自己來發嘛 自己發電嘛 那觀眾朋友來 我跟大家講 先講一個 就是標杆的企業叫台速 這個等一下風姐 要跟你講 更清楚好不好 一起專家 台速的人物廠 大家都聽過對不對 但問題是 台速的人物廠 他當時蓋了以後 他會怎麼樣 他是氣電工程 他並不是核能 他不但可以提供台電的 台速的人物廠所有的電 對 他可以賣電給台電 台速的人物廠不夠 是 可以丟電的 對 你可不可以不要用 你可不可以幹嘛 人物廠可以直接 台速的廠區 自己自足 用電通通不用跟台電買之外 還可以回賣 自己的電自己發 台速是老師級的了 老師級也是老師級 是 他也知道了 所以觀眾朋友 台速是第一個 在去年就已經有開董事會討論了 那我看到美國有一個SMR 就是小型模組的核電廠 比較小的 對 那美國居然可以有 2026就要開始用了 那我們台速也可以做吧 他也有研究 他們內部董事會有講 然後去年就講了 俊強哥 上個月的股東會的時候 還特別又談到這件事情 那可不可以請政府檢討 如果你覺得可以 你又不想要核能 核二 核三 核四 那我們台速自己 怪小型的SMR 以後我們台速的工廠就自己來 那你不要沒關係 我們在我們的廠區自己用 因為它是小型的 大概就是半個城市的大小 我們整個台速的廠區 自己供電 還可以賣回給台電 然後不影響附電車代 可不可以 現在也在董事會當中 提出了這樣的想法 所以對台速來講 SMR這個小型的核電廠的構想 不是構想而已 它已經砸了人力物力 去研究好一段時間 你就聽它研究出什麼呢 好 因為股東會這樣講 所以台速它基本上 目前看起來 它是樂見這個狀況 但觀眾朋友 SMR再好 也沒有辦法突破 那個政策的限令 因為SMR 觀眾朋友我們今天不特別介紹SMR 但是它是小型模組化的反應爐 所以小型模組化的反應爐 它的整個的核廢料跟規模 還有建蓋的時間都比較短 但是就只有一個關鍵 我跟所有報信觀眾朋友就講 結論是它還有核廢料 如果它完全沒有的話 沒人討論 因為你看氣墊工程就可以自己做 但既然要有核廢料的話 那我們再回過這個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他就是不要 他說沒有辦法處理核廢料 或者是說我們目前不管是核一核二核三核四 這廢水式或是壓水式的鍋爐 它通通不要 那它怎麼可能答應你去蓋一個SMR讓自己用 因為你不管台宿的廠區在哪裡 都在台灣的土地上 所以你不可能自己蓋SMR不用中央的同意 所以這個就卡關了 那當然SMR大家會講說它比較小 小型的模組 小型核電廠自己來弄 那它的電費也比較便宜 但我要跟大家說 現在目前包含了我認識的那個王博輝廠廠 廠廠 不用這麼用SMR 核四最便宜 核四電最夠 前兩天不是同志來講說那個什麼芬蘭的電廠嗎 對不對 會O3嗎 他說我們那個發電比O3還多啊 那SMR的電有沒有那麼便宜 觀眾朋友 現在看起來可能SMR到時候上路以後 每一度電大概是兩到三塊 這個也便宜過現在的綠能 但是我們現在目前核能電廠 台灣的核電廠 每一度1.5 1.7而已 一塊多也是更便宜 但不管怎麼樣 SMR是現在目前台灣的企業 自給自足自救的一個想法 如果你不願意的話 那我回過頭來 因為到現在為止 大家都在討論核二核三的延長使用 到底有沒有可能 俊翰哥很簡單 核二因為它的燃料池已經滿了 燃料半要拿出來 還沒有乾脂儲存槽 不是說有一個蓋嗎 對不起 乾脂儲存槽蓋好 但沒有用的是核一 核二是沒有乾脂儲存槽 所以你等一下拿出來 這個目前看起來有點礦智廢時 第二個 核三的燃料池還沒滿 可能還要再用三到五年 但是明年的5月17就要完全結束了 所以現在有專家講說 不然就這樣 只要政令上直接讓它鬆綁核三廠 直接換照的話 它不就可以用了嗎 確實可以 但是所有的問題都卡在賴清德總統當選 如果他不願意 那麼剛剛所談的這一切都會成功 明年的5月17號 台灣進入到沒有核能發電的年代 所以才對上面都卡在內 Qing她在一起 制作主體 MING CHA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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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